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博尔顿持续清洗国安委女将夏德罗走人 鹰派博尔顿对国安系统的清洗持续进行中 博尔顿9日刚上任国家安全顾问 副国安顾问11日就传出走人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消息来源指 川普总统副国安顾问纳迪亚夏德罗 以地辞呈他将供职到本月底 世界日报的报道称 夏德罗是白宫去年底公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主笔 该报告为总统提供外国和国安策略的蓝图 尤其报告把中俄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 被认为是数月来美中美俄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夏德罗是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外交与全球战略布局专家 从去年3月起获白宫国安团队网罗成为重要成员 白宫发言人夏哈以书面声明回复CNN 证实夏德罗离职的传闻 该回复称川普政府谢谢夏德罗博士的服务和领导 他协助总统落实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 这个战略为国安促进美国繁荣 维护和平奠定了坚强的基础 夏德罗从今年1月起才接任鲍威尔的副国安顾问之职 他此次递出辞呈的理由 据称是为了让博尔顿能建立自己的国安领导团队 夏德罗的去职意味着川普总统的三名重要国安顾问全部唤新 博尔顿上台展现不留情面的鹰派作风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斯特已于10日请辞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